画面左上方走入的黑衣男子就是香港籍周姓嫌犯 台北市警局内部分局在分析相关情知时发现 诈骗集团为了躲避警方查器 改招募外籍人士为提顶车手 利用官方名义短期来台 在入住日租套房及小型宾馆作为常立处所 警方经交叉比对发现 56岁的香港籍周姓男子设有仲嫌 赶在周嫌准备出境时 在桃园机场将他拦截逮捕 经同仁分析比对相关影像 锁定香港籍周姓男子设有仲嫌 报请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核发居票 经过数日埋胡跟间 于10月25日在桃园机场 将正准备出境的周嫌居提到案 警方已经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 将周姓嫌犯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并持续追查幕后的诈骗集团 警方强调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只要涉及诈骗行为通通难逃罚网 记者张启腾采访报导